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这个视频呢,咱们深度点评 向盛核资源美极能源方大摊出一群经历 那么谁将加速上涨 谁又将沉压回落 那么呢,借助这个视频 咱们正要给大家去讲一个核心的观念 什么观念呢?正确理解理解补涨的逻辑 以及建立自身的交易逻辑和模式 这一点呢,自观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像盛核资源也好 美极能源包括呢,像方大摊数 尤其是盛核资源和方大摊数 咱们前面呢,都用过补涨的逻辑进行分析过 那么对于盛核资源来讲呢 当北方吸土,五矿吸土 在不断的突破前面高点的时候 不断接近高的时候呢 咱们用补涨的逻辑呢,思考过 说盛核资源呢,它是有机会补涨 而且呢,如果说北方五矿持续走强 它是有机会摸一下前高的 那么今天它已经突破了前高 其实呢,这是逻辑的问题 像方大摊数呢,咱们前面给它讲一个节点 是石墨烯指数呢,不断高高猛进 作为石墨烯方向的行业龙头 它有波涨的逻辑 那么讲到这条地方呢 先给它做一个真实的普及 关于石墨烯的 稍后呢,咱们再结合个物呢 去给它进行点评 有些粉丝朋友呢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纠结一个问题 方大摊数 它的主用义务 没有看到石墨烯三个字 然后呢,就认为它不是 其实呢,我首先 大家要知道什么是石墨烯 那么呢,用书本 就是用教材里面呢 就是用百度百科 里面有个介绍石墨烯 这个关键字呢 其实只有这几个字 就是呢 碳同数异形体 什么是石墨烯 像前面呢 是前缀 像二维原子尺度 六角形的碳同数异形体 其实呢,把这六个字 就是关键点 其中每个顶点有一个原子 它是其他同数异形体的基本结构单元 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无限期的大方向分子等等 什么意思呢 就是石墨烯有许多的特性 与其厚度成比例 它比最坚固的钢大约强 一百倍 好 意思说呢 重点就在这次碳同数异形体 那么石墨烯是像方大碳素是做什么的呢 方大碳素看他主义务里面 它是石墨及碳素制品 它的营业收入里面 碳素制品占87% 它是碳素方向的绝对龙头 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 好 这是做只是做一个简单的 科普 然后呢 咱们再回归到 视频 正题当中来 好 首先呢 还是要花一分钟简单的讲一下 就是接下来的话呢 盘面可能会面临一个短周期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可能性 因为呢 今天是缩量反弹 缩量涨耍流氓 而且呢 又面临这样的一个呃 成下区 所以说呢 明天盘面找盘的时间不能快速冲高 那么呢 就是一个防范小的一个风险点 这是一个大的环境 好 那么咱们再看个股 现在盛和资源 好 那么盛和资源的话呢 当然这个位置经点评并不提倡 也不坚异去最高 只不过呢 他确实实实 像今天的话呢 终于突破了前面的高点 那么突破前面的高点的同时 那么对于这一次个股呢 咱们回顾一下曾经的分析 曾经的对于盛和资源的话呢 就对于一个板块来讲 咱们借此呢 来讲清楚什么是补涨的逻辑 这个补涨的话呢 它分为两种 好 哪两种呢 一种是板块轮动之间的补涨 一种是板块内部的 什么意思呢 板块轮动的是要列出一轮行情 有的板块呢 领涨先涨 有的板块呢 后涨 就是当指数还在走高的同时 那么一些板块呢 率先上涨高跟猛进 有些板块的话呢 到后面还还没有动的 列出呢 这是属于板块和板块之间 存在一定的轮动性 或者是不涨 那么呢 并不是所有的板块都会轮动到 但是呢 列出像整个产业链里面 列出像 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里面 它是一个大的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里面的话呢 它会被不断的被深挖 当前是以离电池为核心 就是呢 当这个板块当中 我们会发现了离电池 然后呢 像特斯拉 包括呢 像无人 像无人驾驶 包括呢 像燃料电池 包括呢 像充电桩等等 就是呢 板块这个整个产业链内部 它也会不断的 这样的一个轮动 在这的话呢 对应了 也就是例如说 一种行情当中 例如说 体材走 走了一波强大的一个上涨 上涨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于末端 可能像金融 或者是像板块呢 它可能也会有一个轮动的 一个视角 这种板块和板块之间的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说整个板块持续走强 那么呢 龙头个股 或者率先启动的 已经翻了一倍 两倍三倍 那么在这个方向当中的一些 哎 有一定的五星呢 或者是夜景还不错的 还在丢趴着的 它可能后面有补涨的需要 取过最简单的例子 咱们前面呢 对于圣和资源的一个态度 首先 对于稀土来讲 这一轮率先上涨的是谁呢 五矿稀土 那么五矿稀土 突破前面高点是哪一天呢 突破前面的高点是7月7号 好 那么北方稀土 突破前面的高点是哪一天呢 好 突破前面高点的位置呢 其实 它也是在7月7号这一天 突破了前面高点 那么突破前面高点过之后的话呢 它就一开始不断的高跟猛进 高跟猛进不断走强 而五矿稀土的话呢 也是如此 好 突破中呢 不断的走强 那么当五矿和北方不断的走强 不断的刷新高度的时候 那么对应的表现比较自缓一点的 就是这一轮相比之下自缓一点的 例如说像圣和资源 那么7月7号这哪一天呢 我们来看 它的7月7号的话呢 其实 好 7月7号它是一个小的平台突破 距离前高还有一点的距离 当时的话呢 认为它是有不障的逻辑 好 包括呢 当时像广生有四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察视角 好 其当时呢 7月7号 它连它连前面这个平台都不能视为有效突破 好 包括呢 像包钢股份 好 包钢股份的话呢 那么在7月7号的时间 它实际上连前面这个高点都没有触碰到 都没有突破 所以说呢 当龙头个股出现这样的持续高跟猛进 持续高跟猛进 那么对应其他的一些股性比较活的 然后的话呢 呃 有一定的资金记忆的 它存在这种不涨的一个逻辑 这是属于内部的 好 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像圣和资源 当前呢 之前说作为一个 呃 给了新高 新高过做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的一个做法呢 首先呃 是不建议去追的 其次的话 跟踪了一个视角的话呢 可以用什么维度去跟呢 就属于 例如说 接下来它能不能持续往上 就是把建设作为 如果说作为一个平台突破的话呢 那么它需要打出一定的高度 就是离开这个平台 然后回踩不破 它才是新的观察视角 新的跟踪视角 好 那么当前呢 可以用区间就跟 如果说后面呢 保持在五军之间上 上行 然后呢 打出这个区间 潜高呢 我们来看 潜高的基点呢 是二十六块八毛二 二十六块八毛二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向上 这个位置呢 关心往上 然后呢 回撕始终不破 那么它就是观察点 如果破的话呢 那么它是一个 不妨作为又多去理解 好 这是圣核资源 而且呢 对于稀土这一块的话呢 其实在前面 圣核资源 有人呢 有朋友在这个节点呢 可能翻了 一倍 甚至说呢 80% 50% 30% 甚至也有朋友呢 可能在前面呢 高点最高 然后呢 回落下来 最低点的歌 然后的话呢 再涨上去 估计呢 整个人都要疯掉了 其实呢 很多时候还是要有自己的交易节奏 有自己的交易逻辑在 好 这是圣核资源的一个观察视角和态度 那么我们再看向美景能源 好 那么像美景能源的一个跟踪点呢 咱们在前面 对于美景能源是有过这样的点评 点评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首先 先从残论结构上面来讲 这个残论结构的话呢 其实从5块8毛5作为一个观察点 5块8毛5作为一个观察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前面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日线级别的 中枢延伸来去看待 那么中枢的上延位置呢 在7块9毛2 就是在8不到8块钱的位置 在这个节点 那么咱们前面讲的这个位置回落 如果不破 因为在前面这个节点呢 咱们就给它讲到过它的一个 风险点 就是说呢 高点和高点承压 以及呢 涨停过之后呢 再冲高偏离物均 所以说呢 要找风险点 找卖点 那么回落下来 如果说呢 出现一个底分 底分呢 同时呢 又不破这个日线的中枢上延 那么呢 它可以作为一个日线级别三买 三买形成过之后呢 当前已经向上开启一比上 一比上的话呢 那么考验的前高 前高不能突破 三买找什么呢 三买转二卖 而且结合当前的量能来讲 量能来讲的话呢 它这个反弹量能是 和前面相比是力度不够的 后面不能出现非常明显的不量 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卖点 而且呢 即便出现不量了 那么呢 没有出现之前 在这样的节点上呢 咱们前面讲的是风高 冲高要找卖点的 那么如果说再一次回撤到 回撤到八元附近不破 或者说呢 对应的走一个结构之后呢 再往下 靠近下延 这才是它下一个重要的机会点 这是美景能源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位置 准确的一个位置 好 七位就没吧 好 那么我们再从最小级别来看 最小级别的话呢 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观察视角的话呢 也是 就是在前面有一个专题视频 讲的就是美景能源和放大探数的常能结构的 当时呢 从八块零一的位置作为观察点来讲 它对应的是一个 这个位置呢 可以作为作为一分钟的中枢 好 一分钟中枢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了一分钟中枢延伸 延伸过之后的话呢 这个位置回落不破 可以把它作为什么 作为一分钟级别三百 一分钟级别三百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反弹 向上好再回落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个一分钟中枢 第二个一分钟中枢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接下来 如果说呢再向上 好 因为这个位置呢 回落下来 它并没有破前面低点 没有破前面低点的话呢 不排除 如果说呢 向上 向上的话对比的是这一段的上涨和它有没有被迟 因为只要说呢 反弹的力度不及这个位置 那么就是发生一分钟的一分钟趋势上 趋势被迟 也是要找卖点的 这也是向上走卖点 那么这个位置从突厌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如果这个位置没有向上突破前面这个位置高点 而是呢 震荡往下走 震荡往下走的话呢 那么考验的是还是下方张的一个平台 以及前低的位置 好 这是美景能源 也说呢 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结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量价关系来讲的话呢 反弹向上 以找卖点为主 就是呢 以风高 风高 止盈为主 那么等它再次回落下来 再把我现在机会点 除非什么呢 除非这个位置量能放的足够大 能够达到什么呢 最起码要达到 这一天 好 对应的 能达到这个位置 这样的一个级别 就是呢 在这一天我们来看它的一个成交额呢 在30亿以上 好 然后的话呢 能够出现这样的一个光通阳线 或者是掌停板 只有这种情况下呢 它才是彻底转强 否则的话呢 就是三买转二卖的一个剧情 回过下来之后呢 再去找新的机会点 这是美景能源 好 用多周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大家讲到 它更多的还是一个 用周K线来讲 它就是一个增长上的一个走法 这个增长上的一个走法的话呢 因为对于美景能源 是可以把它作为 轻能源方向的行业龙头去看 而且呢 在历史上 历史草头上面来讲 19年的3月份 当时的话呢 第一次把轻能和充电 然后加入到政府工作 包括当中 当时呢 他就是炒作 把它炒作的 就是他是市场合理的结果 走了一波 轰轰烈烈的 这样的一个龙头的龙头效应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他实际上还是属于这种增长上 再加上有业绩的业绩的一个提升 所以说呢 如果说有足够的耐心 个人认为呢 是值得反复去跟踪 反复去低吸高抛的一个节奏 去把握的 即便 但是呢 同样的像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其实不同的一个节点上 个股从5块8毛5 涨到9块7毛5的位置 其实呢 一轮又一轮有干的 如果说节奏把握的好一些 其实呢 可以是 哎 每一波 赚他十几个点 每一波赚他十几个点 很开心 如果节奏把握的不好的话呢 可能每一次 做一次亏一次 做一次亏一次 因为呢 连续冲高之后 追追到之后的话 一旦调起来 那么呢 他调的时间周期比较长 而且呢是比较磨人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还是节奏 要把握好 所以当前的节奏呢 就向上找卖领 好 这是美景能源 那么美景能源的话呢 对应的如果说 呃 因为当前对于 呃 不管是轻能轻能的话呢 呃 如果说深挖背后的逻辑的话呢 其实 呃 有两种说法 哪两种说法呢 一种说法呢 碳中和的大背景下 而且呢 在之前 在前些年 有些场景 只在好莱坞影片里面 看到的 比如说呢 由于全球变暖 引发的自然灾害 或者天气恶劣 然后呢 呃 怎么怎么样 但是现在的话呢 其实有些已经非常 已经在现实当中存在了 所以呢 这一次碳中和 它是一个 世纪性的一个话题 或者是一个方向 那么碳中和的话呢 它是涉及到能源 能源的话 清洁能源 像清能 它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但是呢 它是呃 一方面称之为什么 称之为 就是时代性的风口 另外一种 说法呢 称之为四季豪赌 什么叫四季豪赌呢 因为对他来讲的话呢 不管是技术的 突破革新 以及呢 对于清能的自清 储清 尤其是储存和运输 这一块呢 等等 它整个 整个基础设施来讲 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而且的话呢 是现在还是初级阶段 所以说呢 呃 当前对于清能的炒作的话呢 更多的还是一种概念 还是一种故事 还是一种想象力 但是呢 在这个节点 只要说呃 有消息提振 只要说呢 市场的资金认同 那么呢 就可以去跟随去把握 但是呢 用节奏的角度来讲 那么节奏角度来接待到了 相应的技术走坏 或者是技术走弱了 呃 用长轮结构 长轮买卖点的视角 去应对即可 也不要有太多的妄念 但是呢 只要说资金认同 有资金炒作 那么呢 就可以编税资金的方向 好 这是对于清能的一个 呃 体外化 好 这是媒体能源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那个方大探数 好 方大探数的话呢 对应的 那么咱们前面呢 讲到 呃 这个位置呢 其实多次进行点频道 说是进行洗盘 因为呢 他一反弹的力度 空间不大 没有 阻力 没有这种出货的 这样的一个逻辑 而且今天出货的话呢 那么他对应呢 应该是又多之后下跌 而不是一次又一次 这样的一个模 而且的话呢 对方大探数来讲 咱们再 我们来看啊 好 呃 在7月8号 7月8号的时间呢 当时呃 7月8号的晚上 方大探数 神墨西核心龙头 龙方 后来 居上 走主神浪 多级别分析 当时呢 用逻辑的一个视角 就是用部长的一个逻辑 包括呢 用残忍结构分析 然后呢 多级别去分 去点评 当时的话呢 7月8号的时间 应该是刚刚好 在这个节点 刚刚处在轨点处 处在轨点处的话呢 那么到现在 就是不知不觉当中 他已经反弹了 将近20个 20个跌 20个跌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这边 开线的话呢 他属于强势表达 一突破 一个是突破九倍前的位置 二呢 放量 三 MICD红组拉长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们来看 月开线呢 MICD零轴 净差 就是净差状态 上零轴 然后呢 均线多多排列 这是主要强制周期当中 周开线 当前呢 也是MICD 也是净大状态 五十三 一百四 多多排列 沿着五周均线 现在爬升 沿着五周均线 现在爬升的 同时量堆是呈现的 那么今天是周三 周四周五两天的时间 那么本周和上周 上上周相比较来讲 有可能 只能 现在还只能说 有可能它是保持上的一个方量的状态 好 这是周开线 也是强制周期状态 日开线呢 也是强制周期 那么呢 月周日保持强制周期的状态当中 那么呢 有理由 继续看好 好 那么咱们再用产量的结构去看 产量结构去看的话呢 咱们前面 其实分析到现在的话呢 其实是一种 多异性 什么多异性呢 一分为二 像好的一面要考虑到 不好的一面也要考虑到 更多的话呢 用应对就是呢 当他的轴势当中 不断的去跟踪 好 不断的去应对 前面呢 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日线级别的中枢延伸 然后的话呢 期待 相反走离开段 这个期待的话呢 只是说 它存在这种可能性 并不是说百分百一定会发生 所有的走势呢 都是走出来的 而不是说猜出来的 也不是说分析出来的 是推演 好 那么推演的过程当中 我们跟踪这个位 这个过程 它有没有衰竭的迹象 它有没有结束的迹象 它有没有走坏的迹象 只要没有就去跟 如此而已 好 期待的相当走离开段 那么 这是日线级别的一个残忍视角 然后呢 我们用更小级别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呢 当前还是日线的一个 一个一笔上的延续当中 那么我用分钟级别去看 分钟级别的列图像30分钟 它对的话呢 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先端上的做法 就是呢 发展看出 从七块二毛一以来 它是一个30分钟的先端上 30分钟连一个中速都没逐渐 连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咱们前面相信很多朋友的印象应该比较深刻 从七块二毛一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进行推演的话呢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输 好 这是第二个五分钟中输 那么第二个五分钟中输之后 形成过之后的话呢 它是从 推演了一个视角 回落 接触 这个位置呢 三百不成立 当时呢 把它作为五分钟中输的延伸 五分钟中输延伸 它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它的一个原则性是什么呢 如果说破了这个五分钟中输下沿 就是把这个五分钟中输给跌穿 反抽站不上来 那么它就是一个三脉 或者是二三脉的一个重合 这个情况下呢 是最弱的 也是呢 必须要防范的 这就是视为走坏了 或者是呢 视为继续走弱了 只要不出现这种情况 可以把它用于中输延伸来去看 中输延伸来去看的话呢 那么中输延伸 以至于中输升级 好 事实上也是这样走的 那么我们来看 它中输不断的进行延伸 不断的进行延伸 这个位置的话呢 真的 其实当时呢 讲到九块钱是一个重量压力 就这个位置 八块九毛九 这个位置呢 也是八块九毛九的位置 这个是八块九毛六还是九毛几啊 在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次又一次成压 但是呢 向下 它整体来讲 还保持这样的一个重心上移 所以说呢 个人更倾向于它的洗盘 更认为它的洗盘 那么今天的这个突破呢 其实也是佐证了前面洗盘的一个逻辑 或者洗盘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它是正确的 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方量突破 后面的跟踪是有的小级别 看的是九块钱的位置 就叫做呢 一当前这样的一个上涨 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向上离开掉的话呢 它只是一笔上 在五分钟角度来讲也是一笔上 所以说呢 它最起码呢 在这个位置 个人认为它一下子不至于结束 就说呢 相上最起码呢 这个位置它走一个 一分钟呢 最起码走一个一分钟的中枢 而后呢 再想上 如果说存在这样的一个被迟了 可能会出现回落 回落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还要看它会不会中枢升级为 就那了 像前面五分钟中枢 五分钟中枢 会不会升级成为新的五分钟枢 这是多异性去跟踪 不断去跟了 这是咱们前面的一个观察点 那么当前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面去看 继续往下面去看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反弹 这是一个 好 用更是最小级别 最近的一个结构来去看 从八块零六 八块零六的话呢 对应了它是一个一分钟的攀成上 一分钟中枢延伸 走的是一个一分钟的攀成上涨 攀成上涨的话呢 那么接下来 对应的 它只要回落不破这个位置 对应的都是一个强势的表达 如果破了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么观察它会不会又回归到中枢延伸当中来 好 这是对于方大摊数的这样的一个残论结构的推演的过程 好 那么既然说九块钱的位置已经突破也是翻亮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对应了我们应该跟东西有那么结合军 用均线的一个世界去跟 只要说保持重心上移 而且呢 也不用 就能不像这样的个物的话呢 我们来看 如果说什么时候出现一个急速的上涨上涨 或者是加速 那么一旦加速就要小心 就是它的一个历史古性和历史的走法的话呢 是有点奇特 什么奇特呢 我们来看啊 一旦出现这种加速 或者出现掌停板 或者出现这种加速 那么呢 就要当心一点 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加速的矩形 就要呢 适当的去当心一点 就是呢 不能往目去追 在这个节点呢 咱们是用跟的 然后呢 去洗盘了 但是一旦拉伸 拉伸过之后的话呢 当前其实已经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再度突破 好 这是方大摊数 这就是说后面有多少空间 不断的去跟 如果说呢 它始终保持这样的重心上移 震荡上行 重心上移 然后的话呢 对应的趋势线不破 沿着五十三 均线向上爬升 其实呢 中间是可以增加一些低吸高抛的日内 就是小级别 浮动仓位低吸高抛的戳注 然后呢 体长的部分呢 可以守一下十三年均线 好 这是对三方大摊数的表达 而且当时的话呢 像石墨西板块指数 是不断的新高 不断的 不断的高跟猛进的 所以说当时认为呢 像方大摊数作为行业龙头来讲 也有不少的一个逻辑在 这几个他本型的技术特征来进行分析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解读 那么同样呢 如果说今天方量 那么接下来再往上 如果说呢 接下来他对应的量能能够保持住 不明显的缩量 那么呢 认为都是一种正常的走法 因为潜潜高潜高 他是要逐一突破的话呢 他是需要资金的支持的 那么呢 如果说接下来呢 虽然一个优上心 或者是帮量之后 明显缩量了 那么呢 可以小周期来讲 浮动仓位可以先做减 先防汗冲高之后的一个回落 或者是真浪 好 这是方大摊数 然而再结合冲马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当前来看 他这个位置呢 其实向上 上方的压力是比较轻的 好 这样的位置呢 是可以不断的这样去跟 好这是对于方大摊数的 这样的一个解读 其实和前面一路推演的一个过程 一路跟踪的过程来讲 只能说这个逻辑 这个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好 然后呢 咱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好 列出呢 像力训精密 那么为什么要解读力训精密呢 力训精密这一支歌舞的话呢 其实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方法 没有一个视角的话呢 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被眼前的小鹰小羊 眼前的分时所迷惑 那么像力训精密这个位置来讲 好貌似已经相当拐头了 但是呢 咱们对他的一个视角 前面给他讲的几点了什么呢 他这样的一个下跌 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一个强底分 然后的话呢 再做一个观察点 那么底分出现之后 再向上反弹 那么接下来应该注意什么呢 首先像力训精密这样的个舞的话呢 前面在这个位置咱们讲到 他是一个平台突破 这是一个机会点 但是呢 他是稍微反弹 上方呢 在50元 已经到50元上方 他是一个重要压力区域 然后呢 也到了50元的位置开始回落 这是技术技术上面很好判断 不是说一定会这样走 而是呢 到了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 那么当天调整下来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去看呢 好 那么个人当起来也是有量的 那么对于力训精密上方的压力 又怎么一个是140年军演 能不能站上 二的话呢 即便站上了 从高之后也大概的会回落 为什么呢 因为上方有一定的套牢冲判在 而且呢 对应了这个位置呢 他又呈现了一个五分钟的 其实从十十九块九毛七 这个位置呈现一个五分钟级别的中枢 五分钟的攀整下 而且这个攀整下呢 离开段和进入段相比 无被迟 所以说呢 那么五分钟中枢下沿的位置呢 就很重要了 如果说这个位置向上不能突破 五分钟中枢下沿 那么对应了 他是一个五分钟的三脉 好 那么我们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看着会更加清晰 好 那么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位置 很明显 从四十九块九毛七的位置 我们来看 这是五分钟的线端上 五分钟的线端下 五分钟的线端上 好 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中枢五分钟中枢 五分钟中枢下沿 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重要的压力区 那么五分钟中枢下沿在什么位置呢 在四十三块二毛七 也说呢 反弹不能突破 四十二块三毛七 那么对应的就是风险点 就是这个位置呢 适当的要分高 找卖点了 不能再去追了 好 那么这是咱们今天给他讲的一个内容 更多的话呢 一个是简单讲一下 简单的讲一下呢 对于补涨逻辑的一种理解 然后的话呢 怎么建立自己的交易模式 包括呢 交易逻辑和交易模式 这需要一个过程 而且呢 需要大家自己的一个思考 那么呢 在前面呢 咱们其实给他分享了一些方法 方法的背后呢 呃 其实也是 指涉了一定的思维逻辑在的 例如说 像咱们用三线操盘的一个视角 包括呢 用禅论结构的一个 观察视角 然后呢 分析的过程当中 用不断的去应对的一个视角 然后呢 有一分文 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思维逻辑在里面 好 希望这样的一个分析呢 能够给他带来一定的帮助和启发 最后再做个总结 总结的话呢 那么像圣和资源观察的是 他向上 第一不建议去追啊 同时的话呢 上上如果说离开了 潜高 就是离开这张平台 后面的回踩不破 那么他才是个观察点 如果说突破了 向上 而又回落了 那么他就是 又强转弱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水点 和观察点 像美景能源的话呢 那么向上只要不是虽然极强的一种做法 那么向上找卖点 回了下来 再把握新的机会点 那么防大看数的话呢 继续去跟当前小周期来讲 短线 分钟级别的强弱 关键的位呢 当前是放在九元的位置了 后面的话呢 可以用残忍的结构去跟 也可以呢 用多周期的一个视角 只要说保持月周日强势周期公正 那么呢 分钟级别的调整 一旦使为机会点 就让行情可能还会延续 立训经历的话呢 那么五分钟 盘整下跌 无被迟反弹 向上 那么呢 对应的防范的是五分钟级别三脉 所以说呢 冲高之后大概的是要回落的 但这阶段 他上方有一定的套路中码 其实这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呢 用这样的视角呢 只是用不同类型的个股 不同类型的走法呢 做放在一起做个比较 可能加深大家来去理解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如果说觉得这样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 有启发 那么呢 欢迎积极的点赞 积极的 分享 积极的留言 好 可能也是有 其实呢 也是有些朋友呢 持育收听 可能自己也会有些进步 然后呢 这段时间明显 像赞赏的朋友也增多 其实呢 非常欣慰 更多的话呢 还是希望每一位朋友 能够真真真正有提高 好 再见